我可能现在就是不太喜欢那种坏男孩吧 因为我觉得男生好喜欢回哥们 你都拍不到你 在那哽咽 我怎么跟你形容呢 发出一声金糖 我在那 有一种看笑话的行为在里面 那人家可能不一定愿意吧 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 金头拍着呢 哈喽胡场大考问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白洛 当时黎苏苏这个角色是让你最心动的点在哪里 因为她太正了 她是一个非常声名大爷 大家都给她取名叫正道之光 正道的光 就在了大地上 她是带着墓地去的500年前 500年后她的父亲 包括她的全宗门 都是被谭台镜杀了 所以她是带着一个想要拯救苍生的墓地 回到500年前想要去善化这个人 想要把她的鞋骨抽走 想要拯救这个苍生 所以我觉得她的格局很大 就想要学习一下这种格局随间的这个鞋 那你当时没有想到什么 哎我要接鞋了 我开心的要死 其实是这个原因啦 其实刚才就是 哈哈哈 官方说法 私心就是想要一个漂亮的仙侠 但同时也是为她这个三观而吸引 好的好的好的 那就是当你其实演小说翻拍的剧集的时候 你会把你的小说都完整的自细的看一遍 一般来说肯定是会看两到三遍原著的 但是这部戏就是特地跟我们说了就是不要看 因为会有一些改动 就怕我们会混淆剧本和原著当中的一些情节 包括在人设上面 所以他们就说你们直接看剧本吧 那你平常看那种小说的话 你带露的是谁的脸 我反正不会带自己的 我主要是带情节 我觉得会有画面感的话 我觉得很好 我比较喜欢看那种 我一看就可以想到 如果是要拍戏的还可拍 这个很好看 也很甜 也很虐 那你看剧本的时候 有没有哪场戏是你特别想拍出来的 就特别期待这场戏的到了 《长乐》里面有很多戏 因为我们那种大情绪的戏有很多 包括大场面 比如说抽鞋骨的那个 《以我神髓换你鞋骨》 特别大的一场戏 拍了好几天呢 什么让你心动通突一天下风格 因为你我生生世世不复相见 等一下 我有这个让你读一下吧 你可能跟我的剧本上不是同一个台子 你读一下吗 还真不是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要以什么 我要以黎苏苏的语气去读吗 你可以也可以用白鲁的 都行 你随意发布 白鲁我拿走你鞋骨 我拿走你鞋骨 我拿走你鞋骨 你见过苍生 你信不信我修你 我拿走你的鞋骨 还你神髓 你曾在苍生府里见过苍生 若可以 愿你此后先到通途 与天下福泽 别再做魔了 成神吧 这是黎苏苏被人 那就是说 你送给赫赫了一个帕利德吗 还记得你 上面写着黎苏苏大美女 就觉得我是大美女 那你觉得黎苏苏和白鲁谁妹呢 真心的 真心的 我是一个很谦虚的人 就觉得我是大美女 我是你本人 谭台镜 明艳 康子明艳会想谁 明艳 但每个人喜欢的类型不同 但也有一段时间会喜欢那种 谭台镜那种 就是我对别人都坏 我只对你好 直瞅你一个人那种人 但他就有点坏坏的 我可能现在就是 不太喜欢那种坏男孩吧 我喜欢好男孩 现在喜欢就直说 就真的是对你好那种 不要绕问 大家直接一点 你看花戏吗 你和鲁云星老师在化妆的时候 就会放歌听 然后接演的时候会放歌 调整自己的情绪 那这部剧里面就是 你放的最多的一首歌 周深的时候是会听一些悲的 但这个还好 其实我在场阅好像 就是情绪来的还挺快 因为他仙侠本来就虐 不虐就不仙侠了 我们其实很多大虐的戏 都是对着哭 就看不得全景的时候 就开始哭 你都拍不到你 在那 哽咽 那就是你有很多那种 吐血的镜头吗 然后跪在地上那种 然后大家都说看你吐血 好嗨哦 其实我也很喜欢吐血 是有那种感觉 你不知道 你可以回去喊口水试试 我怎么跟你形容呢 就是你会觉得 就比如说最近大家都在讲 那种破碎感 然后你吐血 你又觉得我好破碎 我智力破碎了 然后在这挂着血 觉得我好惨 天哪 你知道当时我有个视频 我不知道白衣服 我趴在地上 然后这边全是血 那个血就是我就多了 因为我是躺着吐的 我整个人躺在地上 然后我就 一口喷出来 然后当时我听到旁边 化妆老师 因为这个东西 它影响到一个就是接戏 就比如说那一拖戏 我要拍两三 但他们每一天过去 我就要接一模一样的鞋 然后旁边服装老师也好 然后化妆老师也好 然后化妆老师也好 就是感觉大家都觉得 怎么吐这么多 然后 发出一声惊讶 然后我正在 算以后一下 哇好惨好满意 他们都说什么 李苏苏爱苍生 胜过爱谭台镜 然后你自己到处看副本 说这总不是理解的 他一定也是爱谭台镜的 但我觉得他 他在他这个人的心中一定是大爱胜过小爱 对他来说苍生更重要 所以我说他是正道之光 正道的光 这个就是你们知道这个记得BGM 你别这样到时候这个播出以后 所有人拿这个BGM去捡我们 这就是一道一道 一道李苏苏想要捅他或者想要干嘛的时候 就画面暂停 然后想起正道德 就是到时候就是去比如说 可以提的吗 很严谨啊很严谨 我给你逼掉到时候 人家 人家 人家上面就是可以看各种这种鬼畜剪辑 乐观我已经给大家提供了剪辑的思路 主人又碰起来的话 你速度再碰起来吧 我太难了 那你觉得其他角色会给你回什么 按照谭台镜的风格 应该回个问号 因为我觉得男生好喜欢回个问号 萧琳 萧琳可能就是怎么了 就比较热心那个被关心的那种 难道他还回多喝热水是吗 很像萧琳的风格啊 多喝热水 那第二天 你想点个赞吧 还会给你点赞 有的时候点赞也是有一种故意在里面 有一种看笑话的行为在里面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去录个自驾游的综艺 你想往你的车里塞进哪个店的朋友呢 这样吧 尼亚如墨已经录过一次剧综了 那我这次自驾游就带下以爱为因的剧综 那他们都分别是什么担当 反正我不是那个开车的 快点忙开啊 那谁是搞笑担当呢 谁是做饭担当呢 搞笑担当的肯定是王河滴啊 大家都说你和王河滴是病友相见 你看 病友相见 是啊 你们会发现就是第一次有男人比我还吵吵 凑一起就会发病了 老子来自好做吗 不好做 再说一遍 好做呀 怎么会不好做呢 好做好做 可好做了 就是之前有的视频了 就看你特别特别搞笑 就是你和那个树上的待拍 有个眼神的对比 其实是这样我想解释一下 那是楼道理 就是我左边不是我们拍小区吗 左边就是那个小区楼 他在那个小区就是安全通道 就是里面不是有窗户吗 就每一层的安全通道的窗户 都有 都有人 我以为他是爬上树上 你哪有那么高的树啊 我那最起码是看三层楼的视线 那你有跟他们在斗志堂 有没有小故事吗 跟那些待拍吗 没有随便吧 这也是他们的工作 那能管得了啥呢 就是其实剧组真的做了一些努力的 就是围了一些步啊什么的 但是每次你就能在 这里看到 那你也没办法 前几年看了一个蓝琴 就造成八公里 然后就看了一个蜜蜜 你想对这些嘶哈怪的说 你会会强试更多 大家都觉得你的私服处理会好 那就是如果跟娱乐圈的女艺人们 交换衣橱的话 你想跟谁交换衣橱 那姐吧 她很会穿啊 她非常会穿 你下次见到她的穿衣橱 那人家可能不一定愿意吧 阿姨 微博之夜怎么没有跟人家讲笑话 我不敢啦 你微博之夜都在等一下聊什么呀 跟谁呀 跟谁呀 没有 我没听到 我笼子 我们在场上都这么交流的 怕人家读出我们的口型 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 哈哈哈 镜头拍